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都是關於伍仔的 我放心,不是追擊他的 只是想跟進一些東西 事緣兩天前,我出了一集節目 就是講這個伍仔 就是吃著阿希的水,叫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因為始終是熱話來的 收到回來,反應都不錯 很多網友都很喜歡那集 不少的留言都表示認同我說的 也有很多留言鼓勵我 在這裏也叫順勢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網友 但是在眾多的留言裏 我看到一個都頗有趣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個網友說我和阿希 這樣批評伍仔 就是在幫伍仔做宣傳 他就說他自己就是阿五仔的聽眾 就是多謝我幫阿五仔宣傳 我看到這個留言那一刻 我覺得有點古怪 但一時又說不出有什麼古怪 但我批評阿五仔 兄弟可以聯想到幫他宣傳 我都真的有點佩服 但不過不要緊 他開心便可以 始終每個人的想法都有點不同 我都沒有特別笑他些什麼 他說多謝我幫阿五仔做宣傳 那我就回覆他 說不用客氣 這件事上 本身都想著就這樣就完 也沒有想著深究些什麼 但今天有一位網友 就傳了熊飛龍 的一條片給我 那條片就是講阿五仔 即是說阿希講五仔這件事 當中熊飛龍就是提到一些類似的說法 他就是說阿希講五仔 其實就是幫五仔做宣傳 那他這種想法其實幾有趣 其實是一種精神勝利法來的 那我就可以趁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件事 即是在日常生活裏面 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 即是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挫折 甚至乎失敗 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會有的 譬如家庭也會有你的問題 事業也會有挫折 愛情更加會有失敗 那以愛情為例 因為我自己經歷得比較多 事業我就上班沒什麼興趣 家庭就暫時沒有很大的挫折 所以講愛情 那以愛情為例 即是以前我小時候 被女兒飛的 即是那條女兒跟我說分手 那我當然很傷心 那條女兒母失戀 是不是這樣說 當年條女兒母十五六歲 是不是哭到珠希 那樣 又借酒銷售又成 走上去的公園 街市的天台 拿完罐酒 在那裡喝在那裡哭 那條女兒母 現在想起來都真的覺得自己很傻 那通常我都坐在一邊哭 總會有一兩個好朋友走過來安慰我 說阿澤 尿你老母沒事的 那通常這些好朋友他們會說些什麼呢 都會說尿你老母 那條女兒不能識貨 現在那條女兒走了不多好 自由自在 要是那條女兒走寶 那一下聽完這些說話 我覺得心是舒服一點的 尿你老母那條女兒飛我去酒寶 好人家產來的 聽完這些安慰的話 心是暖一點的 但是後來我長大了 就想起這段往事 其實就覺得不是 其實我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 根本就沒有說走不走寶 只是那一下我為了令到自己的心舒服一點 去用了這一個精神勝利法 而沒有去認真思考那段關係會搞成這樣 就是我龍狗仔 自欺欺人 覺得女兒走寶 會不會想到自己太大 套下去有五仔的情況 聽眾 其實是有些接近的 一樣都是精神勝利法 明明是一些批評 說他有什麼做得不好 但有些人選擇自欺欺人 說這個是宣傳 你幫他宣傳 可能在事實上 阿希這次是令到更多人知道五仔的存在 但我覺得做人是先搞清楚這件事的本質 這件事的本質就是一個批評 一個人要進步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自欺欺人 這件事我自己都在學習著 有時候我面對一些不想面對的問題 我都會忍不住用精神勝利法 叫做欺欺自己 但是我都要有一個自覺 你起碼欺欺完自己之後 你要知道原來我欺欺了自己 例如我說女兒走寶那件事 以前小時候就想 你想到女兒飛我去走寶 但我會反思 其實女兒不是走寶 是我們段關係有問題 而我應該去思考為何會弄成這樣 而不是一句 你想到女兒走寶 即是同樣地一樣 你的人要有反思 才會有進步 如果在每個挫折 每個批評上 都永遠用這種精神勝利法 那你一個人便永遠振作不了 你便永遠覺得人家走寶 人家幫我宣傳 屌你老母 人家是屌你老母 幫你偶像宣傳 那你怎樣去振作 怎樣去做好自己呢 寫完這一集 那個稿之後 我立刻忍不住 屌你想一下自己最近 有沒有不小心用了這些精神勝利法 有沒有不小心自己欺欺自己 其實做節目真是挺個人的 即是你是觀察人家做的事情 觀察人家的一些反應入面 亦都可以從中反省到自己 那麼今集差不多啦 希望自己做完這一集 以後不要中回力鏢 可能遇到一些挫折 可能又自欺欺人 以後真的有空找回這集出來聽聽 屌你老母 屌醒自己 那最後呢 我想跟那些認為批評五仔 是幫他宣傳的朋友說多一句 即是跟一些網友 即是有幫網友是覺得 原來批評五仔是幫他宣傳的 那我跟他們說多一句 即是我拿個大聲公去一間食肆的門口 說他的東西難食 沒水準 這個難道是一個宣傳嗎 我去一間餐廳外面 拿個大聲公叫 嘩 這些東西很難食呀 屌你老母 這些東西是人食呀 垃圾 廢物 然後屌你老母 你覺得這是一個宣傳 大佬 你想真點 合理嗎 今集節目的時間差不多啦 都沒什麼特別 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我把聲音還沒康復 救命 拜拜